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必须跟这个男人来到以色列 所以他可以看到词、词、地区 和看他的五个语言 这个男人非常清楚 他有好朋友 他也知道他在做什么 谢谢 Hello 大家好 现在我们在耶路撒冷一间古董店 在这里 以色列的法律就是 1978年之前出土的文物是可以自由买卖的 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一区 有很多的股东文物 很多人都会问 到底你怎么知道这些股东是真的假的呢 是的 的确有个风险的 不过我们就唯有靠那些股东店 他们自己的声誉 因为如果万一有些假的东西 那声誉一传开去 他们的生意就会被损毁 很多时候这些古董店 都不是一代这样做的 是已经他们做了有好几代 所以他们为了保存自己的声誉 都会很小心地选择那些文物 那你说去明白这些文物 对圣经有什么帮助呢 那好像这个锅 是一个典型希律时期的锅 那就是说在耶稣时期 那些人是会用这种款式的锅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希律时期的呢 因为在考古发掘的时候 他们会找到不同的考古的层段 那这个层段 这个层段是属于希律时期 就会有这种款式的一些雅器 所以我们知道希律时期的锅是这样的 那就是说呢 当时你记得一个故事 马大马尼亚呢 那而马大呢 很忙地预备晚饭给主耶稣呢 很可能呢 他当时用的其中一个锅呢 就会是这样的了 那就是说呢 当时他们可能放些食物在里面呢 而这个锅就会放在火上面烧了 就是说我现在手拿着的东西 可能在两千年前 有古代的人同样都是这样拿着 而是他们日常的生活来的 那因为我们明白到圣经呢 不是单单给一些神学思想和观念给我们 而是上帝参与到人类的历史 是真的在两千年前成为肉身 来到地上 其实不单止这样 去到亚当的时候 上帝都亲临他自己所做的伊甸园 去到和人在一起 就是说上帝不断在人类历史里面呢 他介入来 进入来我们的世界 而在那里呢 和我们沟通和说话 那就是说我们手拿着的这些文物呢 是帮我们明白到 圣经原来呢 就是上帝进入来人类的 人类的文明 和我们的历史里面呢 来和我们沟通的 大家看到的 譬如你这么看 好像古董样都一样 但其实你看到这些呢 是他们用的 可能是用油的糊 或者是用酒的 又或者以前呢 在罗马时期呢 他们已经会 做一些的醬油 会将一些鱼 臭鱼浸到 有些鱼露 那样 那就是说呢 我们见到这些的痕迹呢 是他们生活的痕迹来的 譬如下面这里呢 有 有矛头 那有些是罗马时期的 很可能这些矛头 是跟他们争战有关 就是说他们 当时的兵呢 就会用这些 在后面有些箭头 那我们另外见到一些呢 譬如在这里上面呢 那种的碗呢 是上面用 希伯来文和阿难文呢 写了一些文字的 在当时呢 就会倒转 放在一间屋的底下 因为他们当时的人呢 以为邪灵呢 会在地底那里走出来的 那当这些碗呢 在那里呢 就控制邪灵 让他上来 那所以呢 也涉及他们的宗教信仰的 那我们再过来这边呢 譬如这些 有一些的 石呢 是以前呢 用来做倒量行的 做重量的 那就是说呢 涉及他们在做贸易 在街市买卖 那也都会留下这些痕迹的 那在邮灯呢 邮灯呢 邮灯是 每个家庭都需要 因为当时没有电 那所以呢 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随着不同的年代呢 他们有不同款的邮灯的 那这里呢 我们有很多的钱币呢 钱币也是 每一次呢 换政府的时候 或者换国王的时候呢 他们都换过新的钱币 那还有些钱币 会是犹太人用的呢 就是他们要脱离 罗马人的祭肘的时候呢 就开始铸造自己的钱币 那所以我们可以见到 差不多呢 他们当时每一个 古代的人的生活 不论政治啊 争战啊 宗教啊 他们的信仰啊 日常的生活啊 甚至乎 健康啊 所吃的东西啊 都留下很多的痕迹的 那其实就是 这些全部都在 我们的圣经里面 都会提及到的 是帮助我们呢 重整整个圣经世界 让那段经文呢 可以很立体地呈现 我们的眼前 好看